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讲到苏东坡先生 他在十岁的时候 看到他母亲看后汉书探袭的这一个故事 我们可以了解到 苏氏先生他在小小的人际 他就很有气节 他就时时以这些圣贤人为榜样 苏东坡先生也曾经讲过 他说古之立大事者 从古至今所有立大事的人 不为超市之财 不单是有非常好的才华而已 亦必有坚忍不拔之知 他那种志向一定是坚定不移 贯彻始终 所以苏东坡先生你看十岁的时候 他已经对人生的期许 就是要正直 效忠 绝对啊 置死身于度外都不怕 所以后来他在朝为政 面对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面对政府 面对这个朝廷 所做的决策不对的时候 他都直言不讳的境界 结果人被贬到了海南去 贬得挺远的 所以那时候我刚到海口 刚好我们第一期的老师们 一起学习 有一二十个人 我就跟他们讲 说假如有前世的话 那我们在这里相聚 我们都要很欢喜 为什么呢 可能就代表着 我们以前都是被贬得最远的人 我们可能以前都是忠诚 所以我们在这里相会 很欢喜 所以那时候我也去参观过 纪念苏东坡先生的这个祠堂 他的一些祭祀 他的一些地点 我们也都很欢喜 他真的是走入民间 来教化一方 所以苏东坡先生留下来了 很多的教诲 以至于一些事例 那都是要给后世启发的 我们可不要 带着一种轻慢的心 来看这些事情 所以苏东坡先生写了这一首诗 拿去给了佛印禅师 佛印禅师一看完 话也没说 就给他写了一个屁字 写了个屁就叫 他的下人 把他拿回去了 结果苏东坡先生一看 怎么样 很生气 本来是期望 人家说 嗯 很不错 是吧 结果落差太大了 赶快就赶到这个佛寺 要去找佛印禅师 好好说一说 结果到了门口 写了两行字 写到八风吹不动 一屁就打过江了 你看他写的时候 我八风都不动 结果人家才写个字 他就已经受不了了 跑过来了 结果苏东坡先生看完之后 也有点不好意思 诸位朋友 假如我们当下是我们的话 我们会怎么做 会不会马上跪下来磕头 谢谢你给我的忠顾 会不会这样 假如会这样 那这一辈子道德学问 一定能成就 人家直言不会指出 我们的问题 我们马上能够接受 这个就像指路 闻过而喜 人家指出他的过失 他很高兴 这样能做闲人 这样的心境 闻善言而拜 人家劝戒他 有道理 他跪下来给他磕头 感谢他 这个是谁的风范 这个是大雨的风范 圣人的风范 结果 苏东坡先生不好意思 就回去了 后来又有一次 两个人一起在修行 打坐 心境都很清净 苏东坡先生就 给佛印禅师说 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 像什么 那佛印禅师说 哇你现在很庄严 像一尊佛 苏东坡先生听了 我像一尊佛 接着说 那你觉得我看你像什么 佛印禅师说 那你觉得呢 苏东坡先生说 因为呢 这个佛印禅师有点胖 一圈一圈的肉 你看起来像一坨粪 讲完之后呢 苏东坡先生想 哎哟 我像一尊佛 那你看今天我 比较占上风 所以就喜上眉操 洋洋得意 回到家里呢 他的妹妹一看 今天应该有发生什么事 所以他妹妹就问他 哥啊你今天怎么了 这么高兴 他就把这一个过程 讲给他妹妹听 结果他妹妹讲 说哥哥啊 你真的是输得太惨了 他很纳闷了 我像佛 他像粪 我怎么会输 接着他妹妹说 人家是心中有佛 见人是佛 大哥你是心中有粪 见人是粪 所以真的哦 贪心的人 就特别看不惯人家贪心 脾气大的人 就特别会批评 批评人家脾气大 真正脾气好的人 他不批评人家脾气大 他会怎么样 他会觉得 不发脾气 神清气爽 这个发脾气一定很痛苦 所以有脾气好的人 人家给他发脾气 他不止不跟他生气 还会 觉得他很难受 会替他设想 所以真的脾气不好 遇到脾气好的人 一个巴掌拍不响 到最后呢 也会 脾气也发不下去 所以因为我们有贪 所以才看得到人家贪 因为我们脾气不好 才看人家脾气不好 不顺眼 因为我们傲慢 所以才看别人傲慢 不顺眼 我们冷静去想想 一个人说 那个人可傲慢 很可能我们在讲的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 也是傲慢的状态 所以这个君子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是君子有好的德行 他是想着 我如何能让别人 也有这些好的德行 他是站着去 成就别人的心境 绝对不是 我做得很好 你看我做得比你好 不是去炫耀的 所以君子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这个求也是希望成就他人 辅助他人 无诸己 没有这些坏的习惯 而后非诸人 是能体谅别人不好 然后进而去引导 去帮助他把不好改掉 这个非是引导人 把错误改正 绝对不是一个君子 没有这些缺点 然后去批评别人 你看你有这个缺点 我没有 不是这个意思 是自己改正了缺点以后 能体谅到别人 有这些缺点 变成这些缺点的奴隶 他不忍心 看别人发脾气 他会很不忍心 哎哟 他的细胞不知道要死了多少 所以君子 纯是一颗 利益他人 爱护他人的心 这样我们学精子 就学对了 所以孟夫子说 君子所以义于忍者 以其存心 君子跟一般人 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他的存心 最关键呢 最关键呢 在他的心境 君子以仁存心 以礼存心 仁者爱仁 游离者敬仁 下一句大家都很熟悉了 爱仁者 仁恒爱之 敬仁者 仁恒敬之 但最后这一句话 是结果 有果必有因 我们希望 我们自己 还有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 以后是 爱仁者仁恒爱之 敬仁者仁恒敬之 能得到众人的爱敬 那是结果 原因在 我们要把 爱心跟恭敬心 升职在他们的心田里面 仁者爱人 有这种存心的表现出来 就是爱人 就是恭敬人的行为 自然感召来 他的人生是 仁敬仁爱 所以我们学习 圣贤的教诲 就是当个明白人 懂得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而这个种子 要从心田 那是最根本 而当一个孩子 懂得爱尽存心的时候 基本上这辈子 不用担心了 他能得到众人的爱护 所以孟夫子说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那诸位朋友 一个孩子的人和 从哪里来的 从他的爱心来 从他对人的恭敬心来 所以刚刚 我们提到了 确实 学习古圣先贤 从他们的心境去学 纯是一颗 爱护成就他人的心态 绝对跟任何人 没有对立 没有冲突 所以这一次 刚好在去年的 十月份 我跟着师长 到了 法国 巴黎 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法国巴黎 到了飞机场的时候 刚好 很多中国人 在那里排队 然后有一个 年轻的中国女子 她就在 海关 在检查她的资料 检查了很久 就是不让她过 所以我们后面的 中国人 等着就 有人就已经不耐访 结果后来又发现 居然连这一个女子的 信用卡 金融卡都要给她检查 听了之后 更气愤了 结果有一位朋友 一位老师 他生气了 结果他突然 又想到 我错了 生气了 就是被自己的习性打败 因为我们的人生目标 是要成就和谐的家庭 和谐的社会 和谐的世界 但是这一些目标都要从我们的心开始做起 从我们的心去掉贪心 去掉坏脾气 去掉傲慢 开始 我们对人信任了才能和谐 我们对人宽恕了才能和谐 我们对人发脾气的和谐不了 所以和谐社会 从我心做起 所以他自己有警觉性 他就跟师长说 说 这个 我今天脾气上来了 我没有做到 从我心做起 结果接着 师长就对他说 他说 你今天发的脾气 叫做破坏世界和平 对不对 有这么严重 事实上也是 破坏世界和平 所以我们不发脾气 才是名正言顺 实至名归的 促进世界和谐 然后师长说 你知不知道破坏世界和平的果报在哪里 所以我们已经立了这个志向 就一定要成就这一件事情 不能跟他背道而止 所以要让世界家庭和谐 首先要让自己的心 和谐 跟任何人绝对没有矛盾冲突 那我们来看 那这件事情是有没有冲突 你看他为什么就 对我们中国人这么有看法 对中国人有看法是结果 原因是什么 所以我们时时记住 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 这个君子跟小人不在外 当我们今天遇到一件事情 是责怪别人 是把这个问题向外去求 那个是求诸人 把责任推给别人 哎呀我儿子没教好 就是这个社会太乱了 这个念头是什么 那还有妈妈讲 哎呀我这个儿子最大的不幸 就是有这个爸爸 你看所有的责任都往外推 然后呢 我们的老师就问他说 那你孩子的不幸谁造成的 他爸爸造成的 那他爸爸谁选的 人一再推责任的时候 问题永远没有解决的一天 唯有人提起正念 我来负责 哇 开始扭转乾坤 用一份真诚 感动身旁的人 所以君子跟小人呢 都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今天为什么其他的人 他不这么检查 为什么就挑中国人来检查 这个就是求诸己 要先检讨自己 原来就是很多中国的年轻女子 到那里非法移民 造成他社会的动乱 你看本来去澳洲的时候 他们澳洲海关非常的信任 没什么检查 结果听说这两三年 检查得非常严格 谁造成的 就是利用这些机会 耍小聪明 赚取小利益的人 造成的这个结果 害人家这一份信任人的心 变得越来越怀疑人 所以相同的 因为我们做了这些事情 才造成人家海关 这样的检查 这样的不放心 所以不能怪海关人 也要怪我们自己 这个才是正确的理智 所以 孔老夫子在 中庸里面就提到 设有四夫君子 施诸真骨 反求诸其身 说君子立身处事 就好像射箭一样 这个射箭把箭射出去了 这个施诸真骨 就是没有射到目标 我们今天射箭没射好了 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心里想 他们在看 这样我很丢脸 马上说 这一支弓箭是哪里生产的 品质这么差 害我射不好 都砍脱的 怪到箭上 怪到弓上去的 所以真正正确的人生态度 没有射好目标 反求诸其身 我的技术太差了 我好好提神 所以叫行有不得 反求诸其 所以你看不是人家跟我们对立 是我们造成人家的不信任 要问自己 所以孟夫子也有一段话说到 人必自污 人一定是自己侮辱自己的 人家才会来侮辱我们 家必自毁 自己的家没有经营好 人家才有机可乘破坏家庭 而后人毁之 一个国家民主 国必自发 而后人发之 自己对自己国家民主啊 通通不懂得珍惜 不懂得学习 还毁谤 那就赢得众人 瞧不起我们 自己的民主了 所以在韩国啊 这个 有一次开中国文化的研讨会啊 刚好中国人上去的时候啊 在讲话的过程里面啊 用不恭敬的字眼 称呼孔老父子 结果当下呢 所有的韩国人集体退行 你没有资格跟我们谈中国文化 你看那是走出国门 侮辱自己的民族文化 所以这个时代啊 中国人吃了很多苦头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不懂得知恩报恩 忘恩负义 我们今天好的生活啊 那都是由祖宗的辟印 才能够得到 但是啊 这些圣贤的教诲 没有人说啊 没有人把它做出来演出来 很难我们对于圣教 升起恭敬的心啊 所以圣教之所以不受到 众人的爱护 最主要是我们做的太少 说的太多 说到最后人家说 你看你们就会讲 都没有做 反而 哎呀那个学中国文化的人 都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还是别学中国文化吧 所以我们今天 要能够让中国文化复兴啊 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学一句啊 要用心的去把它做出来 要做到 整个民国初年呢 这么多读书人 把文化 把文言文给废掉 这个是导火线啊 不是根本原因啊 根本原因就是读书人 言行不一致啊 所以人民看了之后啊 敢怒不敢言 慢慢那个怒气越来越积越后 刚好遇到那个时候 又有这些运动 所以这些运动是导火线 真正的因 在我们读书人 没有言行一致 以身作证 假如每一个读书人 真正把地址规做出来 真正把像范仲淹 这样的风范演出来 人家拥护中国文化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能去破坏 所以真正的原因啊 还是在我们读书人身上 你看家必自毁 而后人毁之 绝对不是别人 可以来毁我们的这个民主 这个家 所以我们能这样思考啊 懂得自我的反省 但是绝对不能再重蹈覆辙 我们不能再教出的孩子 还是很会讲道理 结果都不做 那就麻烦啊 那很可能民国初年的浩劫 往后还会一再的上演 你看比方一个校长 在讲桌当中 讲得天花乱坠 结果私底下还收人家的钱 你看当他站上讲台说 纸约的时候啊 底下的人会怎么样 非常不屑他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往后啊 在自己力行 以至于在观察自己的孩子 还有自己学生 在学习当下 学贵力行 假如不立行啊 很危险 就如同地址规上讲的 不立行 但学文 长浮华 成何人 真的哦 我们口才很好 孩子口才也很好 但是孩子教得好 绝对不是口才教出来的 我们真的去冷静看看 很多目前在社会很有成就的中年人 品德也很好 我们去追一本溯源 去他们家走一走 他们的父母都不是那种 辩才无碍那种人 很可能都是非常老实 朴实 我们跟他讲说 你儿子对社会贡献很大 都是你的功劳 他一定会说 我这个人很差劲 很不行 孩子都不是我教好的 他自己好的 都很老实 都不邀功的 就是因为父母有这么 质朴的那种 人生态度 那他的孩子也会很踏实 所以这一份踏实传给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都有任劳 任怨的那种特质在 所以我们现在在整个教育 孩子的过程里面 也发现真的不立行 淡学文长浮华 有一天刚好有两个孩子 一个大一点 两个都读小学 这个大的孩子 刚好在一旁在掉他的床单 另外一个小的也在掉 但是那个小的身高不够 所以他就对着那个大孩子讲 帮我掉一下 他就没有很有礼貌 就来帮我掉一下 结果那个大孩子说 我才不要了 结果老师刚好在远远的地方 看到这一幕 心里想 现在过去骂一通 不见得有什么用 所以他想 待会上课的时候 好好地来提醒一下 结果一上去 老师就说了 小朋友 我们的同学之间 要互相关爱 互相帮助 底下的小朋友 异口同声说 对 好 那我们现在 请两个小朋友 上来给我们表演一下 然后就点了这两个小朋友上来 好 现在他们表演什么呢 表演啊 刚好他们在掉床单的时候 突然这个小的小朋友 掉不上去了 结果就请这个大的帮忙 好你们两个呢 把这个情景演一遍 他们两个呢 也兴致勃勃 为什么 现在小孩很喜欢表演 所以上来也很起敬 这个小的马上说 这位大哥哥 对不起 请问可以请你帮我 画这个床单吗 这个大哥哥听完之后 马上也跟他举个弓 说这是我的荣幸 这个老师看傻了 十几分钟前是这一幕 现在上来是这样演 这是我们教育孩子的危机 他的心已经不诚实了 他已经变成 大人在的时候演一套 大人不再是另外一套 我们还在那里 洋洋得意 他们都挺懂事的 所以小孩学得很厉害 我们人前人后一个样 他们也学人前人后一个样 我们常常反思到 这一辈子有一些人生态度 比方说批评别人 比方说骂别人 好像没有学到 也不会 人家大声跟我们讲话了 我们就静静的听 也不会回嘴 也不知道怎么回嘴 因为没看过父母骂人 也没看过父亲回来的时候 批评他哪一个同事 从来没有听过 所以没学到 所以现在孩子 他学了之后 有没有老实去做 例行是要求自己先做 这个态度一定要秦成 不然就变成 处处看人不对 因为他读的书太多了 他就变成批评别人 那这样的心态起来 就很麻烦 这样的心态起来 那整个求学问的过程 叫颠倒 求学问应该是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结果不从自己先落实了 变成宽以待己 言以律人 所以有一个孩子 他差不多六岁 四叔都背 厉不厉害 不要看表面而已 这个孩子有一天在幼儿园 大家排队洗手 都排好了 结果就看到他 若无其事 就插队到第一个位置 然后后面的同学就说 小朋友你要排队 结果他不急不许的 看着他的同学说 你们不知道吗 做人要懂得谦让 你看会不会晕倒 还有一个小朋友出去的时候 因为都有班长 管理他们 然后他做错的事 这个班长就批评他 叫他要修正过来 结果 老师说 你怎么 不听这个班长的话 人家已经给你纠正了 你要改过来 他说哪是我不对 是班长不对 你看他 义正言止说班长不对 结果接着老师问他 他哪里不对 他说 弟子归上说 见仁恶及内省 他看到我不对了 他要内省 他怎么还说我 所以你看 每一句经教 自己好好做 这个态度假如没起来 他真的 这个下一代 通通拿着经教 去要求别人 还有一个更扯的 一个小朋友回去 老师说 那个电视里 杀到淫妄太多了 不要看电视 结果后来来学校的时候 老师说 你有没有看电视 他说有 那你还看 不是那个 好不好的节目 不要看吗 尽量不要看电视 他说因为弟子归说 亲所好立位剧 我爸爸喜欢看我 所以我亲所好立位剧 陪他看 所以你看 孩子 这些教诲 绝对不是拿来 要求别人 也绝对不是拿来 这个推脱自己的错误 所以那个小聪明 不可以让孩子起来 所以今天我们 假如学弟子归 说得多 做得少 真的孩子的口才 也会一直棒 这个时候真的 那时候就会感叹 哎呀 身教还是比言教重要 所以这一次 我们到马来西亚讲课 真的让我们很震撼 也来了不少 差不多十五六岁的孩子 跟着父母一起来 这些孩子呢 非常热心 帮忙一些事情 帮忙的不亦乐乎 为什么他们的孩子 在护持中国文化的时候 有这样的欢喜心 这个是结果 原因在于 马来西亚的同胞们 他们是真的是 竭尽全力的在 护持文化的 这个道脉的传承 他们自己的薪水 付给 付的付税 税当中都分成两 两笔钱 一笔是付给国家的税 另外一笔是付给 华校的费用 就是他们只要赚钱的 他们一定想到 我这个钱当中 一定有一份 是护持华文教育 所以一千多所华校 都是华人自己 掏钱建立起来的 而且已经几十年下来了 他们感念祖宗的教诲 他们知恩报恩 所以马来西亚的华人 可以算是全世界华人当中 福报算很好的 所以福田 靠新根 不忘本的人 福报最大 所以你看师长 很少在全世界讲学 但是 几乎每一年 都到马来西亚讲学 一讲学的时候 那都是上万人来参加 有这样的福分 敢来好的老师来讲学 结果我们这一次去上的时候 上了三天 诸位老师猜猜看 三天上了多久的课 三十个小时 一天上十个小时 让我们更震撼的是 没有一个人打瞌睡 那种感动是觉得 不是我们来给他们上课 是他们在给我们上课 他们那种好学的精神 那种沉传自己文化的态度 深深感动我们去马来西亚的老师 早上七点半 上到十二点 吃了饭一点 上到五点半 七点半再上到九点半 上到九点半以后 下课以后他们还继续讨论 然后隔天又是七点半开始上课 总共一天十个小时 所以那种好学的态度 已经给他的这些孩子们当了好榜样 所以有几个孩子 刚好我们几位老师 在那个休息室里 那些年轻人 十七八岁的 就在门口那里探探 然后当地的老师就说 要进来就进来坐嘛 那年轻人 小伙子就进来坐下来 你有什么要跟老师们说 他说我也没有要说什么 然后他说我只是想说 诸位老师你们别担心 后面有我们在 我们听了也很感动 你看他们已经都有那个使命感 所以确实 他们做出来了 这个好学一定是我们演给孩子看 所以整个成长过程当中 我的父母没有要求我们好学读书 但是呢 我们家三个孩子 读书不用父母教 当然我是比较差的那一个 我两个姐姐他们的书也都读得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小时候的印象 都是父母吃饱饭休息一下 就进书房看书 这个时候小孩敢不敢大摇大摆 坐在那里啊 不敢啊 很自然就去读书了 结果已经习惯 每一天那一段时间就是读书了 真的看那些连细剧 打来打去 骂来骂去的 看不下去 因为那个频率 已经习惯看书 习惯心静下来 但现在这个有的家长呢 叫孩子去读书 边叫边在那里戳麻将 赶快去读书啦 再不去哦 你看那个孩子去的时候甘不甘愿啊 或者我们自己在那里看电视 他已经看到信头上 功课写了没有 赶快去写 然后他走着一步一步 慢吞吞的在那里 依依不舍 再不去我棍子拿出来了哦 然后你看呢 孩子呢 这个百般无奈上去了 坐在书桌前面 身体在书桌前面 心在哪里 他能读得好吗 所以真的 人生假如 能抓到教育的核心 就省很多力 所以教育的核心 在以身作者 而我们今天 学的每一句经教 每一部经典 我们的态度就是 从我开始做起 这就对了 这就是最省力的教育方法 所以这一次遇到了 孔老夫子 七十二代的子孙 他们以前 也没有读这个弟子规 可是他一接触了 很高兴 然后他说到 他说啊 我虽然没有读过弟子规 但是我读每一句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就想起 小时候我爸爸做的 哪一个动作 就是弟子规 你看哦 他没有读过弟子规 他学弟子规了没有 他有没有学到 他已经学到了 所以弟子规啊 绝对不是 拿来要求孩子 弟子规是我们 成人 先做到了 他们看在眼里 自然而然熏悉 自然而然 就是这样的人生态度 就学到了 我们吃饭的时候 爷爷不吃 我们吃了 全身不自在 觉得太怪了 因为从小的时候 都是先请 爷爷奶奶吃饭嘛 那父母做了 孩子自然 起而笑发就做了 结果这个 孔夫子的后代还讲到 我们称呼 自己的父母跟长辈 绝对不可能说 他怎么样 你怎么样 没有这样称呼过 就是那种 把这个 爸爸你 就是说 不可能称爸爸你 这个称呼 都是称呼爸爸 称呼父亲 不敢直呼这个你 他 所以那个都是什么 对于父母 对于长辈的恭敬心 已经存在心里 所以弟子归说 称尊长 勿呼名 真的 我们现在念我们 自己父母的名字 都觉得不舒服 甚至于是 人家说 你姐姐叫什么名字 我把我姐姐念出来 我都觉得怪怪的 因为对姐姐 都有一份恭敬在 从小都是叫 大姐 二姐 所以一称呼 他们的名字 觉得不够恭敬 孩子对自己的姐姐 都有这种心境 那还怕 这个恭敬心 不能对他人 所以古人 在教孩子 都是看他的心 他的心境 现在是 往哪个方向 在发展 人家说 哎呦 现在外国强调平等 所以跟孩子 直接叫名字就好了 叫到最后会什么 没大没小 没大没小 有一个朋友 他就真的 叫他的孩子 他的女儿 你就直接叫爸爸名字 就好了 直接叫爸爸名字 远远的就在那里 喊他爸爸 结果没有几个月的时间 他的女儿就不恭敬他了 都要爬到他的头顶上去了 这个时候他才知道 哎哟 这个方法不对啊 主位朋友 什么是平等 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 平等 是对彼此人格的尊重 是相信人之出信本善 每一个人都有本善的 这一颗善良的心 每一个人都能成圣成贤 有了这样的信念 真的 你不会对人傲慢 会平等 你会打从心里的尊敬他 你也会想着 我假如能够帮忙他 成就他 我会尽力 这个就是啊 对自己孩子的道义 对自己朋友的道义 就在这里 但是呢 孩子跟我们的能力 能不能平等 人生经验会不会平等 那不会啊 所以今天 这个 你说孩子要平等 所以孩子要什么 我们尊重他 不能说我是爸爸了 所以这个 他就要听我的 所以他要什么 我就给他什么 这样平等 所以也尊重他的选择 他想干什么 我平等嘛 他想干什么 我就让他干什么 这个都不是真正的平等 真正的平等呢 是看到了不平等 然后真正尊重对方 然后就互相帮忙 互相成就 比方说男女平不平等 平不平等 男女在先天的特质 平不平等 当然不一样嘛 今天 我们出去 爬山 好 全部的行李 通通分一起 每一个人都拿20公斤 这样平不平等 很平等啊 是吧 所以真正的平等啊 是看到了人类 男女 人群当中的差异 在不平等当中啊 求平等 这个才对啊 你譬如说看到 他们很多这个弱势啊 他们经济状况比较不好 这个就是存在的不平等 但是我们起了这份尊重 起了这份爱护他的心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受好的教育 所以我们多拿一些钱 来辅助这些人 这个叫平等 用那一颗爱护他们的心 所以今天什么叫平等 男主外女主内叫平等 根据不同的特性 然后一起来为家庭付出 就是因为夫妻各施其职 让彼此都没有后顾之忧 然后彼此感恩 哎呀多亏有太太啊 不然我这个事业也做不好啊 多亏你在外面打拼啊 我们的家庭才能一帆风顺 互相感恩 结果现在呢 求什么 你当经理 我也要当经理 你能赚多少钱 我也要赚多少钱 我跟你平等 你要当天 我也要当天 你看中国文化说 父为天 母为地啊 结果现在妈妈不当地了 要当天 两个人都当天了 结果孩子怎么样 孩子没有立罪之地啊 主位朋友 地是什么 地是心地啊 一个孩子的心地 要靠母亲 父亲的启发 结果现在父母都出去赚钱了 他的心地谁来启发 主位老师 谁来启发 庸人来启发 庸人能启发 他不对的时候 庸人敢打他吗 敢教训他吗 不敢啊 庸人是 你只要不哭不闹 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是不是这样 甚至于很怕他 你可不要跟你爸爸妈妈说我的坏话 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孩子这样被养出来 那个欲望会越来越大 现在不只是 请来的保姆是这么养 假如不到重视教育的幼儿园去 你到幼儿园去 幼儿园想 要让他的父母认同 要让他下个学期 还到我们幼儿园来上课 所以都满足孩子的要求 孩子要什么 通通给他们 所以有时候五岁六岁的孩子 那个跟强盗差不多 什么意思呢 因为庸人也好 幼儿园老师也好 只要他哭了 就马上这个给你吃 这个给你 他要求什么就给他什么 因为不要让他哭 所以无形当中 这个孩子的欲望越开越大 越开越大 教育是要有智慧的 不是谁都能把我们的孩子教好 自己的孩子不教 又假手他人 教不好了 那会是人生的遗憾 那会变成 不孝友善 无厚为大 没有德行的下一代 父母操心 祖宗都操心 所以男女平等 平等在彼此 对这个家庭付出 假如说太太比较会赚钱 那也可以 太太出去赚钱 先生怎么样 先生照顾孩子 先生照顾家庭 我们的事业 纵使再有大的发展 假如家庭破碎了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刚刚拉回来了 平等 我们跟孩子是人格当中的尊重平等 但是对人生的智慧经验 平不平等 不可能平等 所以今天孩子 我们是透过我们人生的经验 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力 来辅助孩子 学到正确的人生态度 这个才是真正尊重他 不是他要什么 我们给他什么 所以得乎欲而喜 悲可力士 当我们的孩子 是因为满足欲望而高兴的时候 那悲剧已经形成 得乎道而喜 其喜何以啊 他真正是因为力行的这些道义啊 而感到欢喜的时候 那是他一辈子的喜悦 但是得到欲望而高兴了 悲剧已经开始形成 所以孩子现在 我们看他笑得很开心哦 请问这个笑容的背后 是欲望满足而笑 而还是因为他帮母亲洗了碗 他帮父亲洗了脚 他觉得内心很踏实的喜悦 所以有一个孩子 他才六岁 一个女孩 跟母亲上街买东西 结果因为要买的东西太多 母亲钱贷不够 就在大街上打他母亲 打着他母亲脸上都挂财了 就旁边的人看不下去了 这么小孩子你不好好教训他 那个妈妈说我舍不得打 你看哦 不能满足他的欲求啊 他可以打母亲 但是这是六岁哦 我们再往前面去 在他两岁三岁的时候 可能有哪一幕啊 可能有的是他到商店去 要某一样东西 然后呢 我们说不给他 他马上在地上在那里打滚 在那里大哭 结果我们说 好了好了给他了给他了 他马上从哭变什么 笑 很可能是这一幕哦 才演变成现在打母亲哦 所以很多情况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哦 所以小时候我也要过玩具哦 我妈妈都说你那给我哦 那天气很冷哦 像这种天气哦 我妈不给我 我就躺在地上滚 我妈妈如如不动 继续看她的书 后来我觉得打滚也很累 我就不干了 好这一句话呢 真的对教育影响很大 我们明天再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